各位漫威朋友好 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研究1月17日的泥草混合賽事 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另外一些片 各位如果想真心支持雷文 可以看長一些 廣告可以放進去 看看產品吸不吸引 對雷文的頻道曲線支持 另外很多謝 有些舊的會員朋友 一向都多謝 新的會員朋友不斷加入 雷文都一樣是多謝 另外有實質行動支持的朋友 更加不用問阿貴 多謝 雷文事前Live 不斷支持雷文的朋友 都是要跟大家說多謝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雷文 為大家提供實用的賽馬資訊 先講第六場 第六場四班千二米 這場四班千二米都幾多新馬 好像有四號 五號 六號 八號 其實有九號 十號那些都是跑過一兩場 都幾混亂的 我跟大家講了一些 完全未跑過的先 線路豪傑 我沒有看他這麼多貨集 我看國能那兩貨 我覺得他一般一般 又撿這些檔 市集又不是說有什麼好好的吸引力 要爆進來都沒辦法 盡領峰 我又是看他兩貨 兩貨我自己覺得 馬都是有些山 經常撒來撒去 再撿13檔 要爆進來也是那一句 沒辦法 另外神日金剛 走勢都是一般一般 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吸引之處 叫做普普通通 又是那句 又是白檔 沒什麼特別的 這三隻就未跑過 另外跑過那些 其實這場馬都幾混亂 大家等下我要寫一些東西 其實要選腳那方面 我自己選了有很多隻 真的有很多 不要講得那麼複雜 有什麼就在這文事前Live先講 先跟大家講那些人馬合拍的 有大眾開心 河花複星 大眾開心 河花複星 還有這隻一路順風 都人馬合拍的 換了配備又穩定 上場河花複星跑第四 河花複星 這三隻 兩樣人馬合拍的 換了配備的 就有河花複星 預計這場馬 有翱遊之星 甚至上場蝕了 捕捕千四的醒旺財 一路順風 或者是創科先� 這些可能會擺得前些 都是選擇手得下 有得追的馬 就好像好些 這隻一路順大眾開心 上次拉上去千四 其實他賺了一個萬步速 雖然說外檔 那天和大家在這文事前Live 就說競力十足 那天8.9倍就贏了樂菲 其實是賺了萬步速 競力十足 大眾開心都賺 後面衝上來的連連閒運 競力威龍 昨天都交回有表現 這隻大眾開心 如果你看他上一場 其實是沒什麼好看的 賺了步速也跑成這樣 但是你看看他和人和家興這一場 他守住的位置 都不可以說賺 可以說有少少少蝕 當日的紅中列馬再出 這一場已經鏟爆我三重彩 紅中列馬 再出一場鏟爆我和蕭瑤區 好眼光那場的二重彩 又被他鏟爆 今天明欣賞再出 進益善贏了馬 冠寶區連執兩場 不過是1,600 不可以這樣算 雷霆戰區在黎地 都跑過第五 如果說回人和家興 昨天就輸了給近志藤雲 我都說他未必夠近志藤雲跑 如果計算這一場 就看看他如何輸給人和家興 當日大眾開心 就撿12檔 今天撿5檔 他上場跑1,400 其實被人捱一捱 他就下班了 他這一場是積極好多的 狂隊的 阿班頓 其實他如果說報速來計算 可以說有少少蝕 報速是有少少快的 這一隻都幾 今季進步了好多 這隻紅中馬 反而那隻明欣賞 追來追去都過不到那隻紅中馬 那就中不到三重彩 有這隻橙眼罩 椰子糖 外面舉世無雙 最出的那隻就是冠寶區 馬林中間 還有組紅色母 那隻就是明欣賞 兜兜來追去200多米 人和家興 還佔了一個新米 看到英之有 中間就是大眾開心 其實他也是有加速力的 即是他還在加速中 這隻也在加速中 這隻也在加速中 進益線那些 大家都看到他怎麼騎 就贏了馬 這隻再出都可以 這隻今天會再出 追不到的 其實那些頭三幾隻 都已經彈開了 這隻馬 又贏過馬 又輸過 那些賺了萬步速 贏了條街回來 好像很厲害 吹到速遞騎兵 這隻大眾開心 先選他 上場千四 賺了步速 又收工 沒什麼誠意 今天收拾個五檔 潘頓又去弄了貨泥閘 我記得弄了貨細閘 弄了貨草閘 希望潘頓 好好發揮這隻馬 執過了個漂亮的檔 求他一隻 不是求他什麼 先愛這隻 第二隻 選擇這隻 那天 輸給熊龍 三重彩 那些都中了 那場 上場的谷草跑 第四 其實這隻馬質素 現在再看下來 都是很一般的 不過你叫做 輸給熊龍 其實他跑得很適合 同場都有一路順風 和他前鬥了一大輪 但也算是有個play 熊龍那些經常都很近 都很厲害 熊龍 快祈保老闆 快黃衫 黃帽都快 就是創科先鋒 紅衫走了上去 挺手精神 外面一路順風 最出淺藍衫 黃帽聲勢也走上去 馬林中間組 熊三沒有搶好 那春風得意 再出都是受阻 熊龍在這個位置 真的衝得很厲害 就算在泥地 都是輸不遠的 那隻熊龍 今天不是很容易選擇 那隻一路順風在他旁邊 都前鬥了一輪 但是後來也是 側身一點的 創科先鋒 再彈開一路順風 都前鬥了整條直路 輸給熊龍 不能說 熊龍打橫走 打橫走 再纜上來 都爆過你們 那隻馬 春風得意 看完那課閘之後 再出被人阻 熊龍真的很厲害 又打橫又打直 打橫打點都行 這隻熊龍今天又出的 上場跑過泥地 其實都是輸三個馬位 末段其實都不是很認真 不過呢 就今天撿了外檔 不要說那場 先說這場 這隻創科先鋒 也是那句 潘頓騎開的 但是潘頓今天就選了一號 這一隻他都找田泰安 田泰安也有做功夫的幫他 碰過一下 也有這隻 當位都是好的 留得追得守得 都機動的 因為那些荷花福星 聖像騰飛 那些都是要靠追 暫時都是靠追 荷花福星又外檔 大了個眼罩又不見他快了幾多 我都怕他比較被動一些 所以都是選手在中間 接著再擠馬 1、7 這些一定是咬著好位的 有那些什麼 熬油之星 一路順風 或者那些尖立招 在那裡放的 咬著在4、5位這兩隻 看看回來充多少 愛了1號 7號 接著選擇半冷門 和大家研究一下 其實我自己選腳 選了很多 這場馬 我覺得有四連環的馬 不少馬 不過在四隻 和大家參考的賠率 或者怎樣 在這裏研究一下 這隻聖旺財 上場千四 其實他1200、1400 我覺得都不是很大問題 但是他上一場 無疑真的蝕了快步速 21秒2 其實是快一線左右 但是這一段 走快了三線左右 今天回來 輸給那些庫存大師 經常都跑得好 冠軍名區執入內蕩一定好 士必飛飛又贏馬 他跑過第四 回來是不是很好呢 當然不是很好 但是他蝕了快步速 今天仍然有內蕩 我覺得可以搏一下 這隻縮下來的聖旺財 不要看那麼多 看他進來直路 那裏 這裏一直都是貼著欄 希望他今天都貼著欄 那裏 進來這裏 其實他都是富裕頑抗了很久 富全大師 那些是長長都近的馬 那裏 那裏面那隻 不知為何那天捐進去 那天就贏回馬 但是那隻喜多樂 出了血 撞到 那士必飛飛再出都贏了馬 這隻馬是虧了步速的 那其實他和一二三四名那些 進一著在今天都出的 那都叫做 今天縮下來 都是有個好檔 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你又要對著那些奧遊之星 可能會快過你的 但是這隻馬就叫做 虧了一場快步速 那看一下楊明倫和韋達 這個組合 會不會有些懶馬 即是近一下 那我愛這隻 十三號的聖旺才 那第四隻 想選一些懶滿 那我選了這隻 勁進編編的 其實有很多隻 裡面選一隻 我就選這一隻 那其實這一隻馬 兩場都跑一千的 那上一場就是 國際騎士什麼什麼賽 那些就廢鬼視看 不想看那些賽事 那些賽職就差了他 我想和大家看看 直路那一場 其實是很慢時間的 第二段又慢 簡直是慢步速的 其實這一隻 競進編編 那天撿過十三檔 其實都騎得很含蓄 看看今天跑一千二又如何 這一隻就是競進編編 今天跑一千二 兩場都是慢步速的 其實這隻馬 步都很大 都騎得很含蓄 大家自己給評價 我是拼冷的 就是和法國的 看看有沒有冷馬 因為選了那兩隻 應該都沒有什麼分頭 看看他其實都 其實都很大步 還有 不斷在分薑 搞一條薑繩 左伏右伏 左笛右笛 繼續分 繼續分 多些薑 不斷分 各輪上身 不斷分 這裏打了幾邊 其實慢步速都可以追 看看今天加場二百米又如何 站起來不要跑 站起來不要跑 馬會看不到 就選了這一隻 我這一隻 只是拼大霧 純粹拼大霧 因為選了潘頓 選了田泰安 我就選了一些冷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在這裏看一看 其實我覺得上場跑得好的 有荷花福聲 齊齊有福 聖像騰飛 就算是奧遊之聲 都跑得不錯 一路順風都可以 所以跑得好的馬都不少 但是都要去選四隻 和大家參考 在一個賠率 或者有可搏性的程度 去和大家研究一下 有什麼 就這文事前LIVE 再講那些腳 選了 又忘記了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這文的頻道 為大家提供實用賽馬資訊 這文的頻道 都需要大家去支持 加入一下會員月費 贊助一下這文 去為大家提供一些實用的賽馬資訊 就專心去研究馬 先選了潘頓 選這隻大眾開心 千四萬步速 不行 回到1200 跟那一盒 人和家興跑過 看看他縮回來1200 又如何 這隻大眾開心 但富補不輕 第二隻 愛創科先� 輸給那隻 打橫打碰 都很厲害 那隻熊龍 今天 跑回那場的水準 應該可以 直掛 看看他怎樣 雖然潘頓 不奇怪 但也有田泰安 不錯 文家良 都沒有找史卓鋒 那些人 找過田泰安 希望 試一下新組合 就是這樣 第三隻 上場虧萬步速 我覺得千二千四 他都可以跑到的 純粹是 博人有賠率 罵虧了快步速 又有個靚蕩 上場虧完了 今天縮回來 也有個靚蕩 看看可不可以 憑著一個輕磅 靚蕩 看看跟那些澳油之星片 若然他撇得過 澳油之星 或者澳油之星 突然間有喘名 什麼呼吸問題 這隻可以放出來 看看有沒有得近 13號的聖旺財 第四隻 純粹是博的 真是博的 未跑過這個路程 大家都看到 騎士怎樣分疆 怎樣站在身 大家都看到 上場國際騎士賽 又是騎下去 又是沒什麼誠意 看看今天轉來 跑多200米的田草千里 看看會不會有些誠意 彭國年 看看彭國年 怎樣一路騎一路打莊 這隻 我愛這隻10號的敬進編編 這場自民的個人心水 1號的大眾開心 7號的創科先鋒 13號的聖旺財 10號的敬進編編 最後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贏多些 繼續支持這民會員頻道 拜拜